在外在达拉上 当人要独立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不必做什么功夫 首先来说 喂 喂 梁宁郭先生请讲 首先来说 藏族一部分精英 自以为是以为自己 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实际上 既没有军事 以军事和经济做后 最终是毫无意义的 最终只能像欧洲的 或者从印度起源的 从印度起源的 在欧洲流出 在欧洲各地过着流亡 各个游牧生活的 像那个从印度起源 我想达拉最终 还是会出现两个达拉 最后 最后藏人的 在印度达拉上 最终还是毫无意义 他如果暴力反抗的话 当然是杀无事 首先呢 不管怎么宣传 不管怎么公关 他们要独立和国内的 藏族的想法 还有一定的区别 我估计 好 刘先生听众朋友 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在线上 我听懂了你的最 你的这个观点 那么陕西的迪先生 陕西迪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山西迪先生 就像那个西藏的 本身它这个西藏 就是个流亡穷体 就像一群棉一样 没人管 你们就像这个西藏 反转以后啊 就像应该自己 当家做主起来 就是说 这以后的经济反转以后 有一个 后动力量 没人管 不愿意让那个 共产党接管 就是说你们要当家做主起来 要对于这个 以后发展更好一些 好 好了 接下来我们请听 湖南罗先生的看法 罗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我叫做这样的 过来出来 我叫做喊着 我的国家的 操作对国的 操作命令的事故 一旦发生我的事故来的 我是发生冲突来的 国家的亲民 是湖南人干 我们不是无力来解决的问题 知道吧 我不是决定的方法 我们无力不是决定的方法 我们干 还是他们人民做就去干 知道知道吧 湖南的罗先生 对不起 湖南的罗先生 你这个口音很重 我们听不太清楚 接下来我们请听 湖南的杨先生 杨先生请讲 杨先生 湖南 好 云南的 云南的陈先生 云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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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西兰跟中共干起来 美国会不会出帮你干事 谢谢 接下来湖南的江先生 江先生请讲 湖南听众 湖南江先生 是我 是你 我是河北江先生 河北江先生 好 对不起 河北江先生请讲 我先说一下 这个高度自治 跟那个独立是两回事 这个西藏喇嘛 只是说要有高度自治 没有说独立 这个不能混掉 另外一方面 高度自治 可以给这个西藏人民群众 信仰自由 或者说 更多的自由 并不说非得要 妥离共产党的领导 共产党领导下 如果人权特别好的话 可以做领导 这就我这些看法 好 我们接下来 那个任警察 谢谢 我们对这几个听众 听众的发表的意见 做一个回应 你看 第一个安徽的李先生 他说你们不要跟听美国的胡说八道 因为美国想分裂中国 那个分裂中国 就不要想把西藏分裂出去 那么你既在西藏大学待过 在这个拉萨待过 你也在美国夏威夷大学 读过硕士 想请你介绍一下 美国的现在这个观点 对西藏的这个问题 主要是个什么样的看法 另外呢 还有一个辽宁的情统讲 那个就比较暴力了 他说如果达赖喇嘛之后 西藏藏经会 或者是其他的人 想走暴力反抗的道路 那么中国是杀无赦 就是一律 割杀无论 无论 这个很很暴力 不过最后一个听众呢 他大概讲到了 他也听出来了 就是说高度自治 这个概念和独立 是不是一回事 也请您做个回应 综合做个回应 好的 就是 第一个 李先生 他的有些问题 我想是最后的 那个海北的江先生 要回答了一下 这就我想我很高兴 中国有这么多的人 反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关心这个事 我想这也是一种好的 法战趋势 首先说就是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和对西藏的政策 美国从来没说过 也说是 就是中民之见的 这些公布 或者是条约了 从来没说 西藏是独立的 或者不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从来没说 再说 美国政府 这是打赖喇嘛 主要就是打赖喇嘛 是要求的是 高度自治 不是独立 我现在 中国人民的话 这个信息封锁的比较厉害 所以我想 还有千千万万个 像李先生那样的 所以只能听到 一鸣致辞 这个我现在是不怪李先生 主要就怪 怪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策 他就是 这新闻是封锁的 所以他们就 看不到 真正这个打赖喇嘛 在做什么 说的是什么话 不过现在你看 不光中国政府怎么封锁 如果你先了解 还有办法 我想是 最后一个 这个 和北的李先生 他就说的是 打赖喇嘛 搞的是 真正的自治 不是独立 这个也刚 我想 刚不是李先生一个人 现在在中国国内的话 有很多的人 也慢慢了解了 打赖喇嘛 到底是独立 还是 寻求的是 这个自治 是 高度自治 是 当年邓小平曾经提过 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政治比较宽松 邓小平说 中国政府和这个 打赖喇嘛之间 除了独立 不能谈 什么都能谈 所以打赖喇嘛 也派出了很多代表团 多次代表团和中央政府谈判 那个 我们刚才第一次 在介绍的时候 曾经介绍过 打赖喇嘛实行的 所谓中间道路 中间路线 就是不谋求西藏独立 承认西藏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只是要求高度的自治 现在这个中国动不动 就说 打赖喇嘛 鼓吹独立 是一个 陪着什么人皮的狼啊 用那个窜访 用很多不好的字 来说这个打赖喇嘛 对 不过中国政府这样 对说坏话 对打赖喇嘛 本身的话 反正没什么 怎么说呢 也宋害不了什么 打赖喇嘛 自己的思想境界 那些也是比较高的了 所以他对他 对个人说什么不光 但是他的这个思想原子 他为西藏人说话 这就是说是 他是牧区自治 还有一个刚才 你就那个观众 就是打赖喇嘛 之后呢 这个赖亲回 赖亲回是 一直是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 持的是 有独立的这个原子 这一直没有盖 但是现在西藏人 流亡政府 是一个民族的政府 西藏人流亡市区 已经民族搞得 这么说呢 相比之下是比较好的了 所以在民族的社会里 个人或者住者 会有他们自己的项目 但是政府 做怎么样的路 这是政府的事 所以政府也不能打压 但是赖亲回到 但是赖亲回到 但是赖亲回到